底下的食材 泡到水都不能用 因为我们都有泥地公分 可是它已经 泡到20公分左右 一部分的人忙着盘点 中转海鲜海菜各种食材 都因为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京北京山环境路上的 知名日式海鲜餐厅最传找 昨天一度全泡在泥水当中 冷藏柜也受害 因为它的排水孔就在这个外头 因此大雨一来的时候 这个雨室是直接灌进里头 现在是几年 然后今天应该可以 慢慢整理完毕 损失应该差不多10万左右 九个人合理上后 另一部分的人还在用清水 一个一个慢慢冲洗气聚 大批员工从早上清到快要中午 都已经要五个小时了 都还没善后完 因为昨天淹水状况 真的太惨 多喝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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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早饭的鞋子啦 那我倒在买了啦 没关系啦 那一段也快坏掉了 我连外子也不见了 餐桌各种用具 通通飘在黄泥水上面 用餐区厕所厨房 无一幸免 室内居然也出现了 小泥水瀑布 整间餐厅都在水中 隔了一夜水退了 更多的是繁重的灾后 复原工作 目前也没有办法估计 财损有多少 但也不止一家受到影响 风急黄泥水不断往下冲 在金山受风贫的温泉餐厅 风月小吉昨天也一度成了水上餐厅 虽然今天整个自用北海岸 东北角地区雨势缺缓 金山几乎没雨 但周一开始又会受到东北风影响 被影响的业者也抓紧时间 赶紧善后要盘点相关灾损 节目的新闻 陈宇仁 林安南 刘欣慧 严慎分家庭 新北窗报导